菲律宾旅游圣地大亚台附近的塔尔火山毫无预警喷发 喷出的蒸汽岩浆和颗粒高达几公里 菲律宾火山及地震研究所随即把警戒状态升至第三级别 同时预计火山可能随时爆发 甚至引发海啸 因此呼吁临近村庄的居民紧急撤离 法国送给美国的第二座迷你版自由女神像小妹 几天前安全送给女哥之后 被安置在埃利斯岛直到7月5号供民众欣赏 这座大约三米高 重量不超过500公斤的迷你雕像 接下来将会被运到华盛顿特区的 法国驻美国大使馆官邸展出十年 阿富汗警方星期四 把过去在首都喀布尔德萨布斯地区展开的全国性禁毒 非法贩运行动中所查获的大量毒品包括鸦片 海洛因大麻和酒精饮品等等通通销毁 只见现场滚滚黑烟直冲天际 据悉阿富汗是当今全球最大鸦片场地 当地民众就连出门买个菜也能够顺道停在桥底买毒品 毒品氾濫问题有多严重可想而知 丹麦一家农社听闻日本养牛业者 分享如何养出顶级和牛的特殊小贴士之后 有样学样 找来当地著名大提琴演奏家到牛棚内 给牛儿演奏几曲 上演真人版对牛弹琴一幕 虽然谁都不敢说肉质真会变好 但是农场主人表示 当乐手开始演奏的那一刻 牛群还真的开始慢慢地靠近 而且全城都不会闹 叫他探口关止 易苏达载8公吨燃料 食品 设备和其他基本物资的毒人货运飞船 星期二从哈萨克斯坦 外科努尔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 星期四他终于和国际空间站的核心舱成功对接 给航天人员生活用品 维持舱压气体等等任务补给 同时收集废弃物 完成任务之后将会坠入大气层销毁 就会做过了一个小时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